在临安的一家养老院里 记者见到了汤阿姨 因为生病 她的身体完全使不上力气 只能通过绳子固定在轮椅上 说一句完整的话都很吃力 汤阿姨 您丈夫照顾您有多久了 这个就是十五年了 十五年了 夏家 夏家老公 汤阿姨今年53岁 在三十多岁的时候 患上了风摊 渐渐的生活也不能自理了 之前一直是丈夫张大伯 独自照顾 但张大伯是公司的技术人员 经常要出差 汤阿姨的情况又越来越差 三年前她住进了养老院 一直跟我讲 要感谢她老公 说了好几次了 当时想象有一点麻烦 因为有点怕麻烦 她现在那上次她坐在这里 又跟我讲 说要谢谢她老公 趁还来得及 对照顾自己十五年的丈夫 说一声谢谢 这就是汤阿姨此刻 最想做的事情 王院长说 汤阿姨住进来的这三年里 丈夫张大伯对她的好 大家都看在眼里 她丈夫基本上每天都来 不吃菜每天都来 早饭都是她丈夫来喂的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 她老公很忙的 因为忙放到我这里来 她放到这里还是不放心的 还是要来看老 王院长说 汤阿姨身体没办法动 张大伯只要不出差 每天都会来照顾她 张大伯在山东出差 工作比较忙 他说自己有些不善言辞 对于妻子想要表达的感情 张大伯一直强调说 这是自己应该做的 但这十几年如一日的细心照顾 在旁人看来最是动人 他每次来做这样的 问他老婆 你要吃什么东西 我给你去买 你说你说出来 我给你去买 他要什么就买 要什么就买 每次都买 都是看在眼里 心里都是舒服的 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老公 是不是 陪他一生 这么多年了 你说是不是 王院长说 他和养老院里的人们 见证着汤阿姨和张大伯之间的 点点滴滴 也一直为这份温情所感动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希望汤阿姨和张大伯 能一直走下去 有吧 黄剑 记住报道